大家好 歡迎收看五間總結 我是李慧兒 和大家看看內地和香港股市中午的收市情況 見到內地股市是個別發展的 戶芯300指數中午收報4833點至14點 深淨成分指數中午收報14513點升4點 雙方總合指數是無升跌 看港股方面 恒指半日收報24745點跌17點 國企指數中午收報8788點跌5點 大視成家半日有527億 這位環節嘉賓有 西苗 西苗 你好 看市房 見到港股今早做到高開 跨近25000的水平 不過始終受制於25000這個位置 升幅越縮越少 見到半日還要跌10多點 七零零明天就業績 加上北京又召開了中共六中全會 大使是否注定今天都要比較悶悶一點點 暫時還未有一個很好的趨化劑 你看到一些之前升完一陣的股份 這兩天都開始回來了 譬如信譽會比較明顯一點 你說這兩天一次過把近期的升幅完全蒸發了 再度試試自己的250天線 而且你說昨天彈過的一些旅遊相關 或者一些出遊相關的股份 譬如你又說一些豪賭股 好了 今天都需要回來了 再加上你說 可能藍籌表現真是最差的 即碧桂園 整個內訪的板塊 近期都是繼續試自己的一些新的52週新低 所以就看著 佳兆業終於都說到 他們自己真是有些理財產品 是出現了一個到期的情況 所以就整個你說表外融資的一些風險 對於整個內訪板塊的氣氛會叫做多差 未來你說可能會不會監管機構 做了很多新的規管 或者一些新的措施 去防止這些內訪股出現一個表外融資 或者將他們的一些債務水平 搬在你所謂的BALANCE的外面 所以就這幾個因素 令到大家對於整個內訪的板塊 或者一些看法 都仍然在一起捐差 所以就不論是內訪股 還是說他們的物館股 都叫做保持著創新的52週新低 變成大市的氣氛上 一來未有業績去充氣 要等到星期三 騰訊才叫做出業績出來 二來就是 你說六中傳媒 未是叫做消息傳出來 變成大家炒作的板塊 就沒有太大的方向 純粹是超跌的 才叫做有機會彈回一些 例如若明生物 今天算是彈得比較多 但是整體來說 整個下跌的勢頭 或者整個弱勢是否扭轉到 你見到指數方面 都看得出的 早段都叫做最高碰到24956 但是你說二萬五都未碰到 開始 你說半天來說 都還要叫做倒跌 所以我之前提過 24600這個位置 叫做比較關鍵一點 即是說九月十月的 一個小箱底的項線位置 這一輪都需要叫做 可能試多幾次 就是叫做 找一個穩定一點的支持 做一個整股線 然後才叫做有條件 慢慢爬上去 當然要看 你說騰訊分業績 是不是真的叫做對板 是的 大使就沒有什麼看頭 留意24600這個關鍵位 看到個別板塊 或者個別的股份 都做好在這個時候 看到車股今早做好 但是半天就個別發展 事源十月的汽車銷售 銷售量出爐 麥吉利僅達到全年銷售目標的 六成八 但是上月的銷量越增是百分之七 股價今早最多是反彈半成 長期銷量就按月升了一成二 港期就按月升了一成七左右 但是股價半天都倒跌下來 比亞迪都走高 車股這個板塊近期 它走勢都不差了 看看銷量數據 可不可以追入 還有哪一隻也是首算 Samuel 如果你看看這幾天出的銷售數據 吉利就不是算好對板的 雖然你説今個月賣了11萬部 比上個月的10萬部 叫做多了些少 但是其實對於他們整體的全年目標 就是說153萬部 都仍然是叫做達不到的 因為你說去到今年來 剩下兩個月左右 你說每個月平均起碼要賣 差不多25萬部 才叫做可以達到一個全年的目標 但是他們現在暫時保持著每個月 最多都是你說大約十幾萬部左右 相信大家對於他今年的達標情況 都不會有太大的期望在這裏 而且要看一看他們自己入面買的細數 多數都只剩下一些轎車 即是說低豪系 會叫做賣得好些 但是你說整個NEEV的 或者你說一些新能源相關的汽車 因為今個月其實賣得七千多架 比起過去幾個月 都還要叫做縮下來 唯一做得比較好些 真是說到整個領克系 加起來今個月叫做賣了 大概兩萬一部左右 算是這一年內 第二個月的高位水平 所以就變成他們剛剛出了 你說可能極黑 亦都說出了001的系列 相對來說可能都會叫做多一些新的車款 你說可能每款都叫做900部 或者叫做1000部左右 所以就帶動一條數 可以叫做在領克系方面做得比較好些 但是整體來說整個銷售量 都不是叫做有太大的驚喜 所以就如果要選擇的話 暫時就不會叫做選吉利 相對來說 長期的數字會叫做比較好些 整個十月份都同樣地是叫做賣了 你說十一萬部左右 但是你會見到他們在 叫做一些新能源車方面 比如就好像說你說 Outline系 和他們說坦克的品牌 都是叫做連續創這幾個月的高位 你說去到Outline系的話 賣了大概晚三部左右 今年內都算是叫做差不多第二個月高 而且你說 可能是你本身只計他們自己的哈佛系 或者你說長城的 自己本身長城炮那個系列 這個月比起上三個月 都是叫做有個增長 所以暫時看到表現上 好像就長期會叫做比較好些 但是整體來說 這兩隻可能對我本身的佔比 都未算是叫做太高的 那個世衛程度 當然地都不會好像比亞迪 去到自己的一些歷史身高的位置 才叫做徘徊的 長期來說 這一段時間都是叫做取於 自己的十天線和二十天線之間 爭持著 你說下面都叫做有條五十天線 頂住的 但是你說175相對來說 其實都同樣地有類似的狀況 所以就這段時間 你說只看他們一些銷售數據的話 只看今個月 長期的表現相對來說好些 但是你說 overall來說 無論對於吉利還是長期來說 他們自己的增長的佔比 或者你說電車的佔比 對於他們整體的銷售量 其實都是十至十五個percent左右 那就未算是真的叫做太多 所以就反映了 如果你說這段時間 反而真是叫做回調 或者你說可能比亞迪 出現一個比較多一點的調整 條二十天線慢慢拉下來 你說捱住回到三百元邊的話 先算叫做直撥 但是你說175或者2333 可以叫做考慮一下 真的叫做放內一點 買一個長遠一點的增長 但是你說就不會像比亞迪 這段時間仍然有機會破頂著 是的 Samuel分析得很詳盡 大家也可以參考他的意見 也感謝你先替你申報 剛才提到的股份有沒有持有的 沒有持有的 謝謝 這個環節差不多了 稍後回來還有其他直播環節 稍後見